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案子郑桑方幕后操作 堆所为借款2000万 张恒也直接否认 自称之所以现在打官司被逗 是因为当初碍于面子 没好意思给女朋友兼老板签合同 但抠门的女朋友老板郑爽 工资一分不给 自己却因此背上2000万的官司 最后张恒否认自己讹诈郑爽扶养费的谣言 自称在美国打官司只为争取孩子扶养权 自己只想争取个清白 从此跟昔日恋人郑爽恩断义绝 老死不相往来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 我哪知道啊 你上个电梯还要走本啊 因为你是一个做事 行有原则的人 而且你会对别人负责 其实我身上没有的 有的时候我总忘记对待自己的承诺 别想了 我会处理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�乐 为民生 糊